好,我们来讨论下2.5的这个练习的部分 OK,来看看啊 大家的成绩好像最高分的是6分 8题而已,所以6分错两题 是我的题目出错呢?还是什么? 我有一份,我之前给另外一班的做到的是 其实我自己给错答案这样子 所以有这样的可能性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光从空气呢,斜射入水中 入射角和折射角的关系是怎样? OK,空气进水的话呢,是光密戒指的 对不对?光密戒指它的角度就会比较密 所以那个折射角呢,应该会比较小的 所以呢,入射角呢,是大于折射角 你要看清楚它是从哪一个戒指去哪一个戒指 如果是倒转的情形呢,有可能呢 是入射角比较小,折射角比较大 好,所以这个呢,要看清楚情形 那光从水,这一回就是水去空气啦 水那一边是光密戒指的角度会比较密 光输戒指的角度会比较疏 所以呢,入射角呢,是比较小的 折射角比较大 所以这个才是答案 所以这五位是因为倒转的嘛 可能有一位呢,是两个都错了 诶,有一个是 我不晓得 等于,怎么可能等于呢? 对对,折射啦 不会等于的 好,再来这一题 一束光线呢,由空气斜射入水 它的入射角是40度 反射角跟折射角之间的夹角是多少 诶,这个呢,有点抽象 我们来画一下它的情形是如何 诶,我这个是我 做的另外一个题目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意思是说 空气斜射入我们的水 这个是斜射 然后角度是40度 那你不要以为说 空气去水就一定是只有折射 只有,它不一定只有折射 它还是会有一部分的 会有反射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在水上面呢 看到我们的倒影 虽然你会看到 不是像我们的那个镜子这么清楚的 是会有依稀可见 所以呢,在水面呢 其实也会有反射 而且呢,跟镜子一样的 反射定律是一样的 入射角等于反射角 那这一边我们很肯定的是 这个角度应该会小过40度 OK,但是肯定不是40度 那这一边的话呢 我们先假设它是40度的话呢 我是不是用180度减40减40 对吧 那这一边呢 如果180减40减40呢 这个反射角跟折射角之间的角度 就会是100度 所以很明显这个呢 所以很明显这个呢 是小于40 那它就会大过100度了 啊,这题是这样子来看 会比较难一点 不过还是很多人答对 OK,所以它的角度呢 是大过100度 应该是100到140之间 没有理,140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这个呢 几乎是贴在那个发现的 这个应该也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呢,它会大过100 但是会小过140 没有理由反过去那个位置 所以反射定律的 反射的反射线的话呢 很肯定的这个角度是40 那折射线的话呢 它会是40以下 可能到0度左右 所以这个呢 算出来呢 应该是100到140之间 会比较难这题 不过还是大部分人都做对 OK,0到40的话呢 你应该是以为 我在问的是折射角 再看清楚 它是反射光线和折射光线之间的角度 所以我们要看题看清楚一点 到底它要问的问题是哪一个 到底它要你找的角度是哪一个 这个是如图 这个呢 全部人都说对了 那个筷子在水里面 你看到的好像弯了 这个呢 现象呢 是因为光的折射 大家都做对 非常简单 这一题 这题我特别从那个出山的 那个浴室 不懂哪一间学校 让我超过来 因为我也发现到他们学生 有很多呢 是不会这一题 所以我特地呢 问了这一题 给大家看看 那这个其实是捕鱼的一个问题啦 捕鱼的问题 那你看到的这个鱼是什么 什么位置呢 其实呢 因为光啊 在这一边呢 它进行了这个折射 光光从光密介质去光输介质呢 它是偏离发现的 这个角度会比较大 对吧 但是人的眼睛啊 进入我们眼睛之后 我们的头脑呢 笨笨的 我们的头脑一直告诉我们 光是直线传播 所以呢 它就会 以为它是在 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呢 你所有的 在水里面的东西呢 都会看起来变浅 我记得 我在课本的那一边 是有讲解过的 任何东西呢 你会看到呢 哎 水底啊 哦 这个游泳池好像没有很深嘛 跳进去 哎 脚动不到地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水里面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呢 都会变浅 就是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如果你要 去插这个鱼哦 你要插的是 你看到的这个鱼的下面 因为你看到那个鱼 会比较浅 所以呢 你要插到比较 下方的位置 不是前 不是后 不是左 不是右 也不是准准这个位置 但是和课本 有一个题目 他问啊 如果你要用镭射 去设这个鱼的话 你就准准 你看到哪一个位置 你就设哪一个位置 那个镭射呢 就会回去 为什么 这个是因为光路可逆 但是如果你要用鱼擦 去插它的话 你就要插到 他的下方 这样子的意思 OK 所以这一题 只有两位做答对 不知道是暗中 还是什么 OK 这些是这样子 下列哪一种现象呢 与折射无关 透镜可以汇聚光线呢 这个是下一张才会讲到 不过 透镜的意思呢 就是光呢 可以透过去了 这个其实是跟折射有关的 原子笔 插在水中 看起来好像折断 这个也是折射现象 前两题呢 我们是那个筷子嘛 一样的道理啊 那这个平静无波的这个 湖面会有导影 这个是反射现象 这个我们之前都一直在提醒大家 这一个是反射的 因为它的这个导影啊 这个影就是像照镜子一样的 这种是属于反射现象 这个光呢 透过三能镜呢 会分散出不同的光 这个不同的颜色的光 这个是其实在下多几张才会讲到啦 它其实也是折射的现象 因为这个三能镜 不同颜色的折射率不一样 所以造成的那个光会分散出来 OK 当然小学的已经有学过了一下下 再来的就是光的全反射 光的全反射呢 有两个条件 第一 你必须要光 光输去光密 对 光输去光密 诶 这怎么没有人答对 全反射的时候呢 一定要是光输去光密戒指 还有的就是入射角必须 入射角必须大于临界角 全反射的条件 应该是两个吧 全反射的时候 光必须要从光输戒指去光密戒指 还有入射角必须要 我放了复选题吗 入射角必须大于临界角 然后折射角等于90度的时候 入射角就是90度 入射角就是它的临界角 这个也对啊 我是弄错什么 我要看回那个题目 题目还没有写 这个光 光 全反射的时候 光必须从光密戒指射到光输戒指 这个是唯一错的 其余的这个全反射的时候呢 光必须从光输去光密 输去密 然后入射角大于临界角 还有的就是 折射角90度的时候 入射角就是临界角 所以我应该是要选的是错的啦 就三个选项里面 这三个其实都是对的 而这两个是它的条件 应该是我出题的时候没有弄好那个题目 抱歉 所以我要改一下修改那个题目了 下列哪一个呢是跟全反射无关 玻璃里面的那个气泡呢 看起来会比较亮 这个的确是 光密去光输 等一下 光密去光输 光密去光输 光密去光输是对的 光输去光密是错的 所以我整个题目呢 我其实要问的是错误的一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所以难怪这么多人错 因为全部是对 其余的都是对的 我给bonus吧 我给bonus ok 当然我下一堂课呢 我就要改掉这个题目了 ok 所以接下去呢 接下去呢 光的全反射无关 那气泡上呢 看起来特别亮 这个是因为 光从这个水去到气泡的时候呢 它就会进行全反射 所以它为什么呢 那个水里面的气泡 看起来会特别亮 这个呢 是我们的全反射里面呢 特别有提到的 再来呢 水里面看起来会比较浅 这个其实是折射 跟全反射没有关系 然后照位镜呢 可以看到位部呢 这个是我们的光线的那个 用途之一 然后今天的这个光导纤维 也是全反射的一个应用来的 ok 所以这题 第二的才是选项 ok 有没有问题